神经病的思维广斗笔文家 欢乐多班机游戏视频战敌 这一次我又来开着飞机打飞机了 上一次玩的是战斗机中的战壕战斗机 那么这一次我换了一种战斗机 叫做轰炸机杀手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这货就是专门针对轰炸机的 我方是英军 所以我开的是索普维斯骆驼战斗机 这是一战中英国最著名的战斗机型号 首先来看一下这架飞机的外形和配置 机长5米71 机高2米59 发动机功力150马力 最高时速200公里 机头双管重机枪 机翼6枚穿天猴 双翼设计张线连接 线条流畅减少阻力 机枪整流灶 做工精良 犹如脱风 所以他又被称为 骆驼式双翼战斗机 他荣马一生战果雷雷 不要问我升天多少架 因为信仰无价 总之他是你化身飞天翁 专注打飞机的必备机型 他的大杀气是6枚爆裂火箭 长得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放的穿天猴 同时他还配备了紧急维修功能 游戏一开始 我并没有与敌人针锋相对 我选择先隐蔽再偷袭 发现重型轰炸机 膝开得胜 全场首杀 不过敌机并没有炸掉 刚才是把轰炸机的护居士兵给炸死了 虽然机会人亡了 但刚才我做错了一步 6枚穿天猴一发都没命中 错就错在 发射穿天猴应该开启第一人称 更容易命中 打个比方说 这就像你拿着狙击枪 妖射和开镜射的差别 开飞机绝对要眼观六路 二清八方 因为你不知道 第一机什么时候会咬你屁股 穿天猴不仅仅是用来打飞机的 用来炸步兵 效果也不错 射得准也能守人头 但他的建设能力不如常规炸弹 咬他 咬他 射射射 减速咬他 哟 跳伞了 算你是像 左下方出现敌机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得感谢队友们做了标记 一架轻型轰炸机 刚才我隐约发现 C点有敌人在玩防空炮 趁他还没有发现我 我要弄死他 防空炮绝对是你优先解决的对象 穿天猴打坦克也是可以的 只是伤害呢有点小 如果运机好碰到残血的 也能拿下助攻 低点又有防空炮 优先解决掉 耶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 我这可是救了我队友一命啊 但你不可能永远是黄雀 黄雀随时都有可能变螳螂 我在打敌人飞机 后面又有敌机准备咬我 所以我只能放心了 来 绕圈呀 谁怕谁 不是你头晕 就是我呕吐 把你绕丢了吧 该我咬你了 可惜呀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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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站 快快快 不快点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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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答 那是个车子在车上 不好 被人咬了 这一次只怕是凶多吉少 跳鸡 死了两次 不能再浪费生命了 这么多吉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